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很多人可能跟我们以前一样没有看过听过Tera这个牌子 不过之前我们有开箱过他们家的萤幕TeraLED2448W 价格才3699,非常便宜 而且以这个价位来说表现其实算是很好 最近他们又推出了新款的O-in-one电脑 Tera在国外其实是有出过其他更高阶的萤幕和O-in-one 只是在台湾大家比较不认识 这台的型号是O-in-one 2400 我们来看看规格 其实我觉得整体外观上它长得非常像一台萤幕 非常不像我传统印象中的O-in-one电脑 你看它的支架非常的细 CPU它是采用Intel Core i5-1135G7这一颗 它是属于移动端笔记型电脑的处理器等级 那记忆体采用的是Solding的设计 双通道两条都可以插拔 那消费者自己就可以自行更换升级 预装的规格为DDR4 3200MHz 8GB 最高可以支援到64GB 储存空间为MWPCIe Gen300 for 500GB 规格没有显示它是什么速度还有规格的 那机器我们也没有拆开来看 但是从系统资讯我可以看到 它采用的是WD-SN550 500GB 是CP值非常高的选择 那主机版的设计也是PCIe Gen300 ford 那这条MW2 SSD是包在机身里面的 所以基本上消费者不太有可能自己更换 此外它还有一个很方便可以更换的SATA 2.5寸的空间 而且现在各通路 不管你是买哪一个套装的哪一个方案 前100名都有加送一颗SATA SSD 而且是Samsung的870 QVO这颗 算是相当有诚意的赠品 因为光是这颗SSD目前市价大概也要3000多块钱了 那显示就是靠CPU的内检 荧幕为24寸的雾面IPS 解析度为1920x1080 荧幕支架部分与大多OIN1设计相同 它是无法调整上下高度 但是俯央角度则是可以无段顺滑的调整 后仰20度前倾5度 实测荧幕显示区域的下缘 距离桌面约138mm 大概就14公分 我自己觉得放在桌上算是刚好 毕竟它荧幕也不大 那如果你觉得荧幕太低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拿一些东西把它点高 这个方法就有提供给大家参考 底座是V型的设计 整体算是稳固 不会有莫名其妙的晃动 那不过背板是不支援VESA的 所以没有相应的套件可以改装 因此也就没有办法搭配 其他你喜欢的荧幕支架了 那除了支架是金属的 剩下外壳以塑胶为主 萤幕有三边窄边框 机壳的外缘到 萤幕可视的边缘 约6.2mm 不过它顶部这边就是没有 视讯镜头也没有麦克风的 好处当然是你不用担心隐私 那坏处的话 如果你需要这两个功能 就需要自己另外再购买了 机身上半部是超纤薄的设计 厚度约7.6mm 而下半部则包含了电脑的部分 厚度大约是45mm 萤幕的面板 规格标是亮度可以达到250烛光 我们实测萤幕中心亮度可以达到290烛光 并测得88.8%的SRGB 还有65%的Adobe RGB 我个人蛮喜欢all-in-one的 虽然all-in-one电脑的效能经常会被限制住 而且价格通常也比较贵 但是有很多方便性的地方 像是我手上自己现在就已经有三台了 如果加上Terra这台就已经是第四台了 例如在收纳还有整线上 光是想到一般桌机加上萤幕两条电源线 一条HDMI或者是DP还有网路线 那这样最少就已经有四条了 all-in-one全部只需要一条电源线 基本上就跟笔电一样了 那你可能想说 不就四条线吗 应该还好吧 不不是这样了 当你桌上如果有四台all-in-one的时候 那就是16条线跟四条线的差别了 而且有时候你还要考量到 你的延长线的插座上面 有没有那么多的试电可以让你来连接 此外很多厂商在推广all-in-one的机种时 经常会搭配无线键盘无线滑速 毕竟线少本身就是一个优势了 那当然键盘跟滑速也要是无线的啊 我自己现在每一台all-in-one都是搭配无线键盘无线滑速 那以Terra来说 其实all-in-one 2400这台它本身是没有随附键盘滑速的 我觉得有好有坏就不展开分析了 那不过他们的其中一个套装的确是有搭配 夺记的MK470无线键盘滑速组 那这一套的价格是24,900 而像我使用的这整套规格是23,900 也就是最基本款的价格 那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不同的set 不同的套装 大家可以去挑选自己比较适合的 其他比较有趣的好像是 还有搭配外接荧幕的套装 是27,900 它就多一个24寸的荧幕 不管是哪一种方案 总之就是前100名都有送前面说的三星1TB的SATA SSD 相较于桌机主机还有萤幕 all-in-one类型的电脑 体积通常都迷你很多 重量也比整套桌机轻很多 高阶的all-in-one在小体积 要发挥性能难免会受限 但也可以感受到 机构设计的强大还有美感 像all-in-one 2400这台 在效能还有价格的定位上 它是比较入门的 所以它主要锁定文书上网 办公类型的使用者需求 以Cinebench R23来说 得分是3015分 观察发现 前50秒功耗大概在16.5瓦 接着到PL1就维持15瓦了 功耗算是给的蛮保守的 相对的在跑分上就会比较低分 同样的处理器如果在笔电上面 我们之前测试过的机轴 大概都可以到4000分 all-in-one电脑通常是放在桌上使用 离使用者蛮近的 风扇如果太大声 感受就会非常明显 Tera在这方面其实做得不错 平常都非常安静 比很多笔电的风扇还要小声 基本上是听不到风扇声的 如果是长时间满载的使用 风扇才会间歇性的拉高 风声大概就跟笔电的感受差不多 当然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推出搭载i5-1135G7 也是比较尴尬的 毕竟Intel现在第12代 不管是Desktop 还是Mobile的产品线 效能都有明显的提升 但以文书办公 上网看影片的需求来说 其实i5-1135G7还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如果你要打大型游戏 剪辑影片 当然就建议你考虑更高阶的桌机 或其他机种 毕竟它也没有独立显卡 也不是这台OIN1 它要去锁定的族群 通常比较像是公司接待柜台 或是展示的显示 还有公共的查询机来使用 其实这样的OIN1 在室内移动也是非常方便的 因为它整台机器包含底座 重量也只有3843公克 不到4公斤大概就是两台笔电的重量 采用了万事电源的设计 小小一颗65W 怪不得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 功耗就压得比较保守一点 但如果是我会很希望 风扇如果可以再强一点 然后功耗可以高一点的话 效能再拉上去 哇那接下来搭配第12代 应该是蛮有看头的 IO部分都集中在机身背后 右边有四个蓝色的USB3 不过它不是5G的速度哦 它是USB3.2 Gen2 10G的规格 虽然它不是USB-C 但是它是可以达到10G的 那实测外接SSD速度 是可以达到1000MHz的速度 当然我还是觉得有USB-C 会比较好 那像这种情况 如果没有USB-C 但是又要用10G的外接SSD的话 我就蛮推荐可以找这种 USB-C to USB-A的线 A的那端接在电脑上面 C的那端就接在外接SSD上 这样子一样也是可以达到1000MHz的速度哦 左边则有一个RJ45的网路口 不过不同于传统常看到的 是GIGALAN的规格 现在第11代的优势 就是它CPU搭配主机版的晶片 所以它内建就已经可以达到2.5G的速度了 那无线部分则是采用Intel的AX200 支援Wi-Fi 6还有蓝牙5.2 影像输出则同时有HDMI还有DP 两种选择它都给你咯 而且都表示可以支援4K的输出 官方文宣也表示 它是可以同时连接两台4K60做输出的 以手上目前只有一个4K荧幕的情况来搭配实测 不管是HDMI 2.0或是DP 1.4 的确都可以达到4K60Hz的外接输出 在外接4K荧幕的时候播放YouTube 4K60Hz两倍速 CPU和内显的GPU负荷大约在20%到40%左右 这时功耗大约就10W了 更极限一点的测试 如果两个荧幕同时播放4K60Hz的两倍速 CPU的负荷就已经惊到紧绷了 相较以前文书机就是文书上网查资料 现在文书机很多时候也会当作多媒体的播放 尤其是像OIN1这样的电脑、荧幕、喇叭 都是一体成型的机种的时候 看YouTube跟Netflix都会很方便 但是OIN1 2004这台机器 它的喇叭基本上属于会响的程度 音质的确不是很好 那我会希望下一代可以多加强音效的表现 然后加上USB-C 哇那我觉得会加分非常非常多 最后是售后保固的部分 全机有三年保固 而且是提供道府收送的服务 虽然这台OIN1很轻 但如果有道府收送的服务 就省区消费者奔波送修的麻烦了 想想我在台北都懒成这样了 对外线市当地没有维修据点的人来说 这肯定是更重要的考量 在这方面就跟大多二三线厂商提供的服务 拉开距离了 比较接近一线大厂的 一线大厂的价格 目前这样的OIN1 如果一样是E35G7的话 价格大概还比Tera 贵大概四五千块钱左右 对我觉得这个价位带会是Tera比较有优势的地方 而且现在送的那颗SATA 基本上比机身里面那条M.2价格还要贵不少 那影片内容制作不易 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